你一直招死我的家 四个都是人来看这些小爱情 你先拉招出来砍我 就是要杀了我 所以我不相信 我什么时候对你不相信 我什么时候对你不相信 你还敢将军我 你要拉死你 拉死你 年前哭得深思厉洁的女孩 是20岁的罗子娟 她一遍遍地垂打父亲 大声质问她 为什么更换了家里的门锁 到现在也不让她回家 让她一个女孩子 就这么在小旅馆 害怕又伤心地住了半个月 明明是亲生父亲 却还要恶狠狠地 拿刀追着砍她 罗子娟望着眼前 借给她一向敬重依赖的父亲 以前父亲对她 不说是掌上明珠 可也是宠爱着的 罗子娟现在只觉得伤心欲绝 45岁的谢心友 却频频回避 她哑口无言 也不知道是愧疚还是尴尬 只得厚着脸皮 死守在家门口 谢心友只知道 也坚决不能让 杀上门来兴师问罪的妻女 踏进这个家门一步 望着父亲还这么执迷不悟 二十岁的罗子娟 心痛不已 也断断续续地说出了 那天她回家 被父亲她砍到 一路狂言地经过 二十岁的罗子娟 一直在海南上大学 今年暑假刚回家 还带着两个同学 到家里做课 可等到了家门口 敲门无人回应 家里还换了锁 也没见到父亲 因为家里没人 就边走出小区 边给父亲打电话 可她还没走出小区 只听见后面同学 疯狂喊她 让她快跑 罗子娟往回一看 吓得红不守舍 这间四十五岁的父亲 骂骂咧咧 像是魔争的一样 手里举着半米的长刀 凶神恶傻的 冲着她就迎了过来 罗子娟看到这一幕 也吓得边哭边跑 她伤心不已 罗子娟不明白 好断断的父亲 平时连骂她都舍不得 为何会拿刀 对她喊她喊杀 她有家不能回 只得担心受怕的 一阵阵头皮发麻 越想越委屈 最后罗子娟 还是给远在广州 打工的母亲 罗红打去了电话 哭诉了父亲谢心友 换了家里的锁 还莫名拿刀 砍她的事情 罗红一停 顿身火冒三丈 芝麻丈夫不是人 虎毒还不识子 第二天罗红就请了假 从广州赶了回来 这才有了母女俩开头 抓着谢心友 责问的是 先不追究丈夫 拿刀砍女儿的事 望着眼前陌生的丈夫 罗红也只冷冷的 让她开门 她这个做母亲的 说什么 也要让女儿回家 可无论罗红母女 怎么央求 甚至撕打木马 45岁的谢心友 一直头上冒着冷汗 始终不为所动 哪怕周边凝聚 对她指指点点 这谢心友握着钥匙的手 也不曾松开 直到这回女儿的崩溃 也许是唤起了她的良性 谢心友才咬着牙 抖着手挡开了家门 罗红这才领着女儿 走进家门 可刚进门 罗红就惊呆了 家里的陈设 都已经变了样 一旁的水盆里 还放了两条 没来得及洗的女裤 压根不是罗红的 健壮 谢心友的脸色 好一阵红白不分 原来不舍得开门 是因为这个 再看家里 虽没有女人的身影 可墙角还摆放着一个行李箱 罗红望着闪躲的丈夫 还没等妻子开口 谢心友知识误误解释说 是朋友寄过来的 在冲到卧室 拉开衣柜一看 母女俩的衣物 一件也没有 遭一杯谢心友 一件不拉的 给扔了出去 你看我本来是骂 我的女人 什么都说 沙坛都没了 坐在这里 你在我夜边 全部都是骂 一天都没有 你们 你们用我一件衣服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看 把我的灯子 你都说别拉了 那个这边 你找什么 我你要出去 跟上那边 你考虑过你的女儿 考虑过你的儿子吗 罗子娟又气又脑 当时扯开行李箱 将里面的衣服扔了一地 这才告诉父亲 在她被父亲追砍的当天 就收到了一个陌生女人 给她发的短信 还有父亲跟她的照片 罗子娟原本不愿意相信 有个伤心 正哭着 她又瞥见了自家的全家福 好好的照片 只剩了父亲和弟弟谢小宝两个人 自己和妈妈 则被父亲毫不留情地 捡了出去 我家 你这家 这家的真好 怎么不想 就把谢宝也捡了 怎么 为什么不想 就把谢宝也捡了 把谁和谁捡了 把我捡了 罗子娟内心失望至极 望着父亲说 当初父亲 刚刚当上公司经营 母亲就怀疑她 可罗子娟还一直安慰母亲 只说父亲不可能那样 可父亲回报她的 确实一回家 连面都没见着 就拿着长刀要砍她 想来是那个女人 那天也在家 父亲害怕撞破 却在女儿和她之间 做出了选择 望着眼前的女儿 对她失望不已的模样 45岁的谢宝也 眼中浮现一丝恨意 一叹了口气 她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只说这一切 都是为了报复妻子罗红 谢宝也只说 前段时间 她凭努力当上了金鸣 也正是一级 攻发人间显贵的时候 可妻子却疑神于鬼 污赖她外面有人 还趁她睡着 用尼龙绳对她一顿捆绑 那赶面杖 活活打断了她的腿 一度让她抬不起头来 谢宝也一时横起 也不管两人 就不亏了 这才做出了糊涂石 谢宝也只说 二人的关系 现在也是名存实望 但是对女儿和11岁的儿子 她确实觉得亏钱 谢宝也知道 她已经伤透了女儿的心 于是把两个孩子 单独叫到一旁 问两个孩子是否原谅她 弟弟谢小宝不说话 只说要父亲跟姐姐道歉 罗子绝望着陌生的父亲 又想起之前 父亲曾对她的好 她只说 如果母亲罗红肯原谅 那她也能原谅父亲 见两个孩子这么说 谢宝也只得不情不愿的 来到妻子面前 她恳求妻子 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 能原谅她 罗红原本已经 无力面对这段婚姻 可董事的儿子 在前一天 就打电话告诉她 她不能失去妈妈 罗红一时百般犹豫 望着妻子这样 谢宝也知道 自己伤透了一家人的心 于是不能妻子答应 谢宝也咬咬牙 当机暴起地上散落的衣物 扔到垃圾箱 还点了一把火 说要烧个干净 回到家又给妻子 写了一封保持书 只说如有再犯 她谢宝愿尽身处库 名下所有财产 权归妻子所有 见她态度诚恳 这回罗红也原谅了她 而后罗子娟 也表示要出到远门 散散心 有的东西 多少她也需要消化一下 谢宝的虚荣和不负责任 伤透了欺女的心 指望今后她能诚心改正 请好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弥补对家庭的亏欠 罗红对丈夫的猜忌 也使得二人有爱深恨 酿成不该的闹剧 家人之间 应该是被守护和珍惜的 而不满是猜忌和仇恨